先講你們在哪個學校做敞開 如果是在家庭的就講在家庭這裡 我簡單講一下我朋友的狀況 就是他從小就是跟爸爸媽媽關係不好 但是我發現說自從我開始慢慢跟他開始傳福音之後 就是有上養育班這個課程 然後開始跟他們做傳福音這個動作 我覺得他們生命有慢慢在被改變 因為他們開始會學著去跟他們爸爸媽媽怎麼溝通 然後也可以就好比說像我們兩個現在打架 或吵架對不對 他們會直接用打 但是他們現在會把事情經過了解清楚之後 然後他們會做好好的溝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我在學校南應大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做敞開 我覺得還一個還不錯的見證 然後也希望在未來能夠幫助更多的小組員 能夠讓他們了解到這個敞開小組 並不是我們單方面為他們做敞開 而是我們為了要生養眾多 也讓我們真的能把這個基督化的城市 以及這個福音帶進去整個南應大 我覺得這也是我未來的期學 我想要把這個福音帶進去這個學校 我們其實消毒的人很少啦 都是我們原本的 我也很少 我們都是原本的人在那邊 洛琪有邀請一個BEST 可是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出車禍 因為他是BEST 就是洛琪有邀請他來到敞開小組 就是在準備要邀請來的這個前一個幾周就出了車禍 然後萬丈去打工就出了車禍 就是 情況危機啦 就是腦壓很高 到八十幾 那就是 都 一開始都降不下來 我們就還是一直為那個洛琪的BEST 祷告 一直祷告給祷告 我們正式到他那 到家務病房去為他祷告 我有到回了三天 然後洛琪都一直待在那邊 那就是 就一直持續的會想討論 前天的時候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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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天家了 可是就是 我覺得在這當中我覺得 洛琪和我 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是要對靈魂有負擔的 因為 他如果有信徒就 我們還比較能釋懷的是 他如果有信徒 他就好 就還 我們還比較能 能夠知道他去哪了 可是他現在是沒有 就是他沒有接受這個信仰 只是剛要來到 所以就是 我們也 我們也 我們覺得很可惜啊 也有點失落 一開始只是因為 教會要開始聖誕晚會 然後 其實我會邀他來教會 是從去年就開始了 因為聖誕晚會嘛 然後我就 也要到了 就想說約 他們家剛好在那附近 我就想說 那剛好也約他一起來 也 我也沒有那個信心 能不能約他成功的 約他來啊 只是就是問一下這樣 他也說好 只是會 雖然後面有 他有事情當歌 就沒有來 但是 就是我還是會很希望 他可以來到教會 然後 開招肚場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 是時候能夠 真的邀他來教會了 正式請他來教會 對 然後 然後 就是沒有想到 就是 後來就發生 嗯 他車禍 然後 他 我一開始有 我沒有跟他講 他是我的被子 當然不能講 然後就是 我只是有時候會跟他說 你有什麼事情可以跟我講 我可以問你代表 他也都說好 就是 我相信就是 耶穌有在他心中 有過 一陣子 對 他有考 他有考慮過要來教會 只是 雖然他沒有成功來過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耶穌是有住在他心中的 然後 在後來幾天 他情況又來又嚴重的時候 就是我後來在他 過事前一天晚上我去為他做抉擇禱告 所以 我剛剛覺得他現在是 的意思是很特別 剛剛 在小組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說 我們在抄寫養育班的作業 可能就會聽到 神要透過那些經文 對我們 傳達一些話 然後 在座敞開的時候 因為 在前幾週我們都要迫切 為BESTER禱告 可是 我的BESTER都是那種 要 上班 然後 他們的時間 很難排出來參加到 參加到 敞開小組裡面 然後 我就在為他們 禱告的過程中 我就 跟神禱告說 可能他們 沒有辦法來到敞開小組 但是 但是我希望在以後 他們有那個機會 真的可以來到教會裡面 然後 我就有一個同學 就是 他是我要邀請的對象之一 可是 有另外一個對象 也要被邀請 然後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會 聊到這個話題 然後 其中一個就突然來跟我講說 欸 恩范 你要帶他去做 小組還是教會什麼東西 我就說 喔 對啊 那個是我要跟他傳福音 跟他講一些教會的東西 然後他就突然跟我講說 他之前完全沒有講過 他就說 喔 這樣子嗎 那因為我以前也有在聽主教的教會待過 然後 他就跟我講說 他在聽主教 然後可能聽神父在台上 然後他的周圍都是老人 可是只有他一個年輕人 他就說 他覺得他到教會是一個非常安逸的感覺 他覺得他在那邊有平安 然後 他很少就是 有這樣子的機會 會跟我分享到他信仰上面的問題 像是我們 從午休期來講 然後午休期來是體育課 他就一邊跑步一邊跟我講 然後 他可以一直講 一直講 一直講 就是不斷的講說 他在聽主教的教會 他感覺到什麼 然後 他也很害羞的跟我講說 他有想過 想要當牧師 不過覺得說 欸 他搞不好就是一個 雖然他沒有辦法來到敞開 可是以後 搞不好 神就會讓他有這個時間 我能夠帶他來到教會 大概是這個樣子 最近C3 然後 然後 再講到 索爾門王 他 他的父親大衛 在禱告的時候說 他的子孫 就是神會義名 他的子孫 成為以色列後代的王 然後 我就想到 我們禱告 因為神是有求必應的神 我們叩門 他就會給我們開門 所以 我禱告 然後 這個同學就開始 跟我有信仰上面的接觸 我覺得 還滿開心的 對啊 就覺得說 神真的在這當中 做事情 好 好 謝謝